今天可以特別留意膠銀,上星期收入之下 含紫調整,將膠銀停止含紫,換入招行 膠銀這次被迫出含紫,會形成一系列的被動含額 因為很多追蹤新市所基金,都被迫將它吐出 這與膠銀的基本因素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這個被動含額被消化之後,應該會形成一個明顯的反例 因為基本因素沒有太大變化 這個含額應該集中在兩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應該是在一個含額集中的時段 第二個應該是含紫生效日之前那一天 即是9月7日生效 所以前一個交易日,應該是膠銀免沽額最重 因為很多張智道基金都會選擇是那一天 收市前15分鐘左右,就開始將膠銀免沽出 所以這兩下可能是一個挺好的買入機會 看回整個內銀板塊 其實一直都有些不理一數的困擾 因為市場很多都覺得內銀可能需要讓你比實體經濟 或者貨資限質稅有機會變壞 但這件事講了這麼多年 但實際上對於內銀的現值的幾分 相比來說都不是這麼大的 因為你看回過去幾年或者幾個跪度的跌跡 內銀包括膠銀 其實那個跌跡的表現 無論收入或者利潤或者是不納資產的角度來看 其實都是伏時平穩的 未來在辦事上都會是這個情況 但你看回大部分的內銀 負值都是極低的 例如四大行 可能PE是5-6倍左右 然後息率有5-6厘 那麼膠銀其實更加誇張 因為你看回現在膠銀 其實PE預測今年或者明年 其實只是3倍多的PE 即不到0-4倍的P幅 那麼息率就已經差不多接近9厘了 那麼所以在這個環境下 即我相信加穩作強下跌的功點 就不是真的那麼大的 那麼所以就越來越研 可以找到一個相對低的位置買入的話 即作為長線修飾也都可以 或者駁短線的被動基金沽完之後 會有一個技術反彈 那麼也都可以的 那麼體位呢 那麼暫時看就4.2 去到4.5 那麼這個都是一個幾適合買入的位置 那麼短線就看它被動股限完成之後 那麼可能就反彈上去一個本身的位置 大概4.8 是一個短線的目標 那麼長線少少呢 可以看回兩個二這些位置 對不起 五個二這些位置